继旧金山之后 堵城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美第二个可提供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的大城市 且是透过亚马逊公司旗下的科技公司Zooks在获得内华达州车管局审查通过之后所提供的轿车服务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不只可以减少碳排放 帮助改善当地交通 且因为没有方向盘 油门与刹车踏板 可一次容纳四名乘客 且考量安全第一 最高时速也设在35英里 换句话说 游客可以更加便利地游览城市的各个景点和来往各赌场之间 无需再自行驾车或担心司机可能会出现其他不可预期的情绪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乘客都对服务表示满意 因为服务只需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轻松轿车 且中途也都不需要担心驾驶人身体状态和交通路况 乘客可以全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阅读或放松身心 这正如创业家埃隆·马斯克所说 如果你不认为未来会有一个自驾车世界 那你就活在别的星球上 且整个轿车服务时间是24小时不间断 整体还有助于提升拉斯维加斯的旅游业发展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